北大教授孔庆东用粗话拒绝南方报系记者采访 并通过微博炫耀的事件持续发酵 在大部分民众声讨孔庆东的时候 河北和山西相继有左派聚集焚烧 南方周末等南方报系出版物 以声援孔庆东 分析人士认为 事件折射了中国左右两派之争 虽然毛派思潮已经边缘化 但是两派之争受益的实际是统治者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 11月18号上午 河北石家庄市有多名自称代表左派爱国者的网民 将收集来的数百份南方周末 南方都市报 南方人物周刊等 拉到郊区野外垃圾厂焚烧填埋 报道说 17号有太原市网民买断了当地部分报庭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 将数百份报纸对放在广场公开焚烧 并指责南方报业集团 诋毁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所谓的地位和威信 以敢言著称的南方报业被普遍视为内地自由派言论阵地 外界认为这次焚烧南方报刊是乌有之乡的毛左门 为北大教授孔庆东撑腰 11月7号 孔庆东以三个骂娘的排比据拒绝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 并通过微博高调推广引来媒体和网民的炮轰 甚至新华社在两天后也加入了导孔行列 批评孔庆东把辱骂记者的粗鲁当个性 敦促北大解聘孔庆东 同时北大学生也呼吁校长辞退这个五毛教授 不过孔庆东对此毫不示弱 他在自己第一视频阵地上大骂新华社 带头制作虚假新闻 所谓的右派或者所谓的左派在我眼中看来 其实并不那么分明 其实我觉得都很可怜 都像被关在铁笼子里的互相争斗 实际上到最后他们谁都不是得意者 真正得意的是统治者 其实老百姓自己看上去挺可怜的 用这种方式做一个发泄 苹果日报报道 作家李明生斥责烧爆是文革遗风 可笑可叹可悲 他指出某些官员对南方周末恨之入骨 却未能摧毁他 如今有人烧毁他 真是全霸未做到 愚民却做到了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则认为 现在中共当局会时不时地利用一下毛派 来打压自由派势力 实际上焚烧报纸的背后 是有各种的力量在推动 有中国人民大学学者则呼吁 他们烧南系 谁来烧北系 应该烧人民日报 脚踩环球时报反击 新唐人记者易如 李明飞 孙宁采访报道 下午